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二月星座运势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别忘了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相较于一月的混乱跟拖延 二月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 这个月是可以展开新计划的好时机 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讲 也可能这个月是一个过多的新计划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天象的状况 那么这个月的天象 我们可以以19日为分水岭 在19日之前 太阳都在水瓶座 那么水瓶座月份 当然是非常适合 这种群体团体朋友的活动 不过从月初到2月6日左右 会进入一个满月的高潮 所以很多事情会有戏剧化的发展 可能是好也可能是不好 不过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发现 也许现状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你该放手了 那么在19日之前 对于上升太阳或是很多星 在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来讲比较挑战 或者是你必须要解决问题过一个关卡 那么到了2月20日开始 会进入双鱼座的月份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上升太阳或是很多星 在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的朋友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在下旬 会开始有一些新的气象 特别是20日是双鱼座的新月 同时金星也会进入白羊座 我们知道白羊座是一个开启 开头的星座 而金星代表人际关系 所以可能在下旬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春天的活动 很多春天的计划 会更蓬勃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月 我会建议大家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可以开始做新的计划 第二个就是 你的新计划不要太快的怎么样 就下定论 你可能要保留一点弹性空间 因为3月份 我们会进入一个更重要的星项 叫做土星进入双鱼座 以及迷惘星也要转换星座 所以很多事情 的确会在3月份再出现一些变化 所以2月份 我们不妨抱持一个比较开朗的心情 抱持着可能有一些新的选择来面对 那么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浴室 这个月我们首先要来聊聊 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朋友 这个月是你们的大日子 一方面我觉得挑战是比较多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要恭喜你们要脱离苦海 所以苦海是因为在过去两年多 土星都在水瓶座 给这个族群非常大的压力 而2月份是你们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这个关键我往往是在于 人际关系上面要出现一个重要的决定 也就是你可能要选择 现有的关系要再改善或是往前走一步 或者是现有的关系必须要放弃 要分开要分手 然后要调整新的对象 所以你可能会面临跟家人 情人 这个老板公司之间 很多很多的这种谈判跟调整 或者是你自己内心有很多纠结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族群的建议就是 这个月先顾好你的身心状况 因为第一个 如果你的心情是平静的 健康是好的 我相信你们绝对有智慧 做出正确的决定跟判断 那么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健康的问题 或是慢性病在这个月比较 有些问题状况 请你优先治好它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运势 那么再来我们来聊聊感情的运势 我们谈到感情就要看 掌管爱情的金星 金星在2月20日之前都待在双鱼座 所以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 天蝎 双鱼以及处女座的朋友 恭喜你 在20日之前感情特别旺 不过对于双鱼跟处女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刚进入一段恋爱 或者是你有闪电的邂逅 不妨多留点时间 先享受爱情 然后观察一下不要急 20日开始金星会进入白羊座 所以上升或太阳在白羊 狮子射手以及天秤座的朋友 就是你们可以好好发展社交活动 或是跟情人去约会玩乐的好时机了 那么在感情方面 我会建议 如果你上升或太阳在狮子水平 其次鸡牛或天蝎的朋友 可能这个月你们有要做重要的决定 所以放轻松一点 有些时候多给自己跟彼此一些空间 我觉得会更好 那么来看看事业运势 事业运势你会看到 因为二月份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水平座的月份 所以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 然后天秤以及水平座的朋友 以及上升或太阳在火向星座 包括了白羊 狮子跟射手的朋友 这个月其实 实验运是相对顺利的 不过我们还在聊一聊他们的状况 我觉得数一数二的这个排行 我会给白羊座朋友 因为白羊座可能在月初 或者是更早的年初一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成果出现了 而这个月你是在成果之上 扩张你的表现舞台 比方说你可能之前做了一件事 做得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月你有机会 要领导大家往前进 或者是开始能够 发挥你的创造跟影响力 让你既有的成果扩张 所以请好好把握这个月去广结善缘 那么再来我觉得双子座也不错 因为在双子座的火星顺行了 同时这个月双子座有一种 向外扩张的可能 比方说想要发展新的市场 想要开拓海外市场 想要开拓网络市场 也可能你有想要转型 或者是你想要什么转换工作 我觉得很多选择机会恭喜你 不过双子座要小心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踩到别人的线 因为这个月还是会受到一些海王性的影响 所以可能会有些事情会弄错踩错线 比较容易招惹一些麻烦 不必要的是非 另外就是请双子座朋友要务实一点 不然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会想得太好 所以最后雷声大雨点小 这是一个相对的状况 再来水瓶座朋友这个月其实也很好 毕竟对于上升或太阳 在水瓶座朋友这个月 你个人的能量是提升的 所以你个人的创造力 想法灵感都能够得到表现 我会建议你要把想法创意写下来 变成一个具体的计划 或是具体的成品 或是有成果 那么这些成果才能够帮助你往前走 或是有更好的收获 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射手座朋友 射手座朋友这个月其实在沟通表达 或者是向外交朋友 展现自己签约上面有很不错的机会 不过射手座朋友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你可能有点过度的乐观 所以有些事情也许不是你该承担 或是该马上太快承诺的 你会就都接下来 后面如果你做不了 或是没办法快的完成 那你就会有压力或挑战 那么再来是天秤座朋友 天秤座朋友这个月会越来越忙 那么我觉得你个人的服务性 或者是创造力也是很好的 不过这个月 我给天秤座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你要花一点点时间 投资自己的专业 或者是花一点点钱 去改善现有的工作 所需要的一些用品 包括了电脑 软体 手机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那么再来就是狮子座的朋友 狮子座朋友这个月有机会怎么样 可能是转换公司 或者是更换合作伙伴 也可能是要跟合作伙伴 或是公司进行不同于以往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狮子座朋友可以留心的 最后我们来讲到财运了 这个月财运我觉得最好的应该算是 上升或太阳在摩羯水瓶跟双鱼座的朋友 摩羯座能赚能花 不过你的这种商业敏锐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月你一定能够赚到钱 或者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很对的投资 那么水瓶座朋友 就是可以靠创意赚钱 除非你不赚 而双鱼座朋友这个月你能够享受财富 就是你可能会花比较多钱 去进行一些物质享受生活享受 但是你可能会拿到好的折扣 买到很好的东西 买到赚到 所以物美价廉物超所值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另外补充一下 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可能有机会跟老板谈薪水 谈加薪就算没有谈成 也许你可以争取到比较多的福利 最后要聊到就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朋友这个月你可能要解决处理一些问题 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 不过财运上比较容易有意外的账单 意外的花费 我觉得你可能要把自己的保险 或是花费的东西看清楚一点 然后这个月不太适合借钱 借钱给朋友我觉得要三思一下 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二月运势了 祝福大家在二月开始都能够红兔大展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很期待